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与彭帅有关的事件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文章引述WTA巡回赛首席执行官施蒂夫·西蒙的话说 彭帅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 现在我们想确保我们正在朝能够进行对他下落 进行全面透明调查的方向前进 同时西蒙在谈到彭帅时表示 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我们球员的侮辱 也是对所有女性的侮辱 西蒙的评论可能会危急巡回赛与中国的业务关系 根据纽约时报的介绍 WTA在中国有十一场比赛 并与中国签订了在深圳举行巡回赛决赛的长期协议 西蒙向纽约时报透露 已经从包括中国网球协会在内的几个来源得到确认 他现在人事安全的没有受到人身威胁 但是西蒙表示 没有一个与WTA巡回赛有关的人 包括官员和现役球员 能够直接联系到他以确认他的状态 西蒙对纽约时报表示 我的理解是他在中国北京 但是我不能确认 因为我没有直接与他交谈 西蒙表示 巡回赛本来准备在明年回到中国 但是过去两个赛季由于疫情 巡回赛不得不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生存 西蒙表示 彭帅的案子不仅造成了担扰 也造成了不确定性 西蒙对纽约时报强调 如果到最后我们没有从中国看到适当的结果 我们将准备采取步骤 不再在中国经营业务 如果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的话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反腐有关的消息 在刚刚过去的十月十四日 根据中英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行纪检监查组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 内蒙自治区中国银行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张凤怀 涉嫌严重违纪迹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张凤怀担任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期间 其夫人曾经被人绑架并索要两亿赎金 由此牵出了一场银行内外合谋的非法集资案 根据当时中国媒体的报道 二零一一年有一个电话打入了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张凤怀家通知去取快递 而张凤怀的妻子一去不返就此被绑架 绑架的主使人叫做图雅 他当时提出的要求十分古怪 要么交出两亿元赎金 要么允许此前被调离港内的中国银行呼和浩特支行 三位工作人员复职三个月 根据此前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知情仪式透露 图雅拉拢了银行工作人员合作 将社会资金吸纳到银行的储蓄账户 又与储户签署合约 答应回报率保底百分之二十 然后又利用银行大额五折存贷管理的模糊地带 操控有关人员把储户资金转到图雅的指定账户 并划出进行炒房放贷炒矿权等投资获利 图雅绑架张凤怀之期 就是因为中行突然采取行动导致资金链崩盘 有消息人士这样向中国媒体介绍 绑架者想向银行要两个亿 而图雅集资案实际涉及的资金规模至今仍然是谜题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据相关储户匿名提供的信息 涉案资金有说法说不下二十亿元 有说法在四十亿到六十亿 中国媒体报道 具体规模仍有待储户到银行区款才可以水落石出 咱们您更知道的是外交方面的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十一月十五日主持例行记者会 回复有关记者有关于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的提问 赵立坚表示 习近平将于北京时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八点四十五 美国时间十一月十五日晚间九点四十五与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他强调此次视频会晤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 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 中美两国人民国际社会都希望会晤取得对两国和世界有利的结果 赵立坚表示根据双方商定 习近平将与拜登就事关中美关系未来的战略性问题 以及双方共同关心关切的重要问题 坦诚深入充分交换意见 赵立坚强调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加强对华合作有效管控分歧 妥处敏感问题 探讨新时期中美作为世界大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多位立法者 以置信各自政府反对提名中国公安部的胡滨成 担任全球警务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的领导职位 胡滨成被推举为国际刑警组织十三位成员组成的职委会候选人 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的工作 委员会每年召开三次会议制定组织政策和方向 选举将在下周国际刑警组织在土耳其召开的大会期间 进行作为各国议会中国问题联盟的成员 议员们表示鉴于中国对国外执法 以及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知有关担忧 它的潜在当选可能引起了各方警惕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在这一封有五十位签名者的信中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再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知 来迫害流亡异议人士 如果通过选举胡拼称进入职委会 大会将为中国政府继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开绿灯 并将成千上万生活在国外的香港人 维吾尔族人西藏人台湾人和中国异见人士 置于更加严重的危险之中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北交所有关消息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 北京交易所今天正式开市 而时当首都上市的亲股全部熔断 或者是触发熔断机制 导致暂停交易十分钟 其中N通信涨幅超过百分之五百 大大超过了百分之六十的规定 触发了二次熔断 根据北交所的交易规则 除了上市首日不设跌幅限制 次日起会实行百分之三十的价格涨跌幅限制 同时另设熔断机制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 首播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总共有81家 其中有十家是新股上市 而伴随北交所开始十家企业的股价 也上演了火热的行情 涨幅均超过百分之一百 超过了第一条熔断线 重新开始交易之后 十党新股的表现仍然十分火爆 涨幅仍旧超过百分之一百 再次触发了二次熔断 根据北交所及时资讯 截止当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 十党新股涨幅均超过分倍 而上午一度大涨百分之五百二十七的恩同心 涨幅后来回到了百分之五百零四 八十一党个股中总共有二十一家都出现了上涨 咱们您更知道的仍然是股票市场有关的消息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件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第十三条特别引起注意 指出数据处理者若开展以下活动 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其中第一条是被拒大量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公共利益资料资源的网络平台运营着实时合并重组分离 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 第二条是处理百万人以上个人数据 数据处理者赴国外上市的 第三条是数据处理者赴香港上市 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 第四点则是其他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 国家网信办表示 这是为了落实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化相关规定而起草的最新决定 其中赴香港上市从业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 也必须申报审查此前并未建筑报道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反垄断有关的消息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 在十五日发布了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公告 任命纲领为国家反垄断局局长 根据官网介绍 现年六十三岁的纲领有农学博士学位 从二零一八年开始担任国家世间总局副局长 分管执法及查局反垄断局 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当竞争局 根据报道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高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以根除和惩罚反竞争行为 特别是在网络平台经济领域 此前路透社在十月中旬曾经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表示 中国方面正在考虑提升国家世间总局下属反垄断局的地位 以加大对于相关行为的打击力度 根据框架 反垄断局将正式升级为国家反垄断局 正式升级为副部局 但是仍然隶属世间总局 行政级别有所提高 帮助反垄断调查人员在审查并购案时获得资源 有趣的是根据公开简历干铃的简介中还有一条是美国侨俊 而这样的身份也在中国网络引起有关讨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万达有关的消息 中国网络昨天晚上流传有关于董事长王健林去世的消息 而万达方面则在第一时间表示这是谣言 并说已经报警 今日头条管理员则发布今日头条有关于打击谣言的处罚公告 说在昨天晚间时候有一位用户捏造某知名商业人士去世的消息 今日头条内容团队发现并下架了有关谣言 而平台根据管理规范对该账号予以永久封建处理 万达官网在今天早前发布了王健林主持召开万达创新工作推荐会的图文消息 并表示所配发的会议图片是召开时间十一月十五日的会议现场 另外根据媒体报道万达方面人士透露 今年六十七岁的王健林身体很好 近年来一直保持高强度工作 每周都给全体员工上课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贸易方面的消息 美国财长耶伦在接受CBS采访时表示 贸易代表戴琪说我们正在重新审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并认同在部分领域降低关税的请求 这当然是正在考虑中的事项 当时记者问到有关于取消前任总统川普时期的对华关税 是否会让美国物价变得更便宜 耶伦表示这的确会起到一些作用 关税通常会提高国内价格 此前戴琪表示 美国针对中国遵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取得的磋商已取得了进展 但是他当时没有明确透露最终会取得怎样的结果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二十四家美国商业协会在上周五致函戴琪和耶伦 呼吁白宫降低中国关税 协会在信中表示 关税措施持续对美企 农民工人和家庭造成了不凶称的经济伤害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